一開始我們就是會先看 你要做什麼樣的作品 然後再去決定你挑的布料 我們會先把那個紙形畫出來 然後畫好紙形以後 我們再去把紙形剪下來 我會看作品的大小 那當然會從植物裡面 就是花瓣去模擬 然後看它的大小 然後再看我們作品所需要的尺寸 只要把它的那個編畫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去剪看它的那個深度 花瓣與花瓣中間的那個深度 那我們剪的時候盡量剪在線的裡面 因為剪在線裡面的話 那一朵花才不會越畫越大多 越做越大多 剪好花瓣以後我們就開始調色啦 再看你想要什麼樣的顏色 然後先來一塊布 然後我們會先試色 然後試好顏色以後 我們才會刷在花瓣上面 那我會以它最多的顏色開始染 對 因為黃色是它最多的底色 所以我就會從那個若草色開始染色 先把它的底打好以後 然後再強調色進來 我想要它的顏色是有一點紫紅色 就是它是陽紅 然後它帶一點紫 但是它那個紫我不要讓它太亮 所以我有加一些黑色進來這樣 自然植物的樣態是我們一個 應該算是參考 就是說參考它自然的生態 然後你再想要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去做你這件作品這樣子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創作 創作顏色也都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布料非常的薄 那你染好用大概放個半個小時就可以燙 現在就是有插電的 插電的 然後我覺得它有16種燙頭 甚至到18、19、20都有 就是選擇你這個燙頭 也是要看花瓣的大小啦 還有它整個你想呈現花瓣做出來的樣子 它的表情是怎麼樣 你在染色的時候 就是給它的第一個感覺進去的 然後當然你用工具在燙它的時候 我希望它所呈現的是比較自然的 不是太降氣的花 就是因為它是一朵小玫瑰 它是小野莓 那小野莓你在燙的時候 你可以只是燙單面 然後就讓它平整的表現 那你如果正反面燙的話 那它更有層次啊 花心產好以後 我們就是直接把這邊 就是這邊剪個洞 然後就可以把它組合起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的是單瓣 有的是副瓣 那單瓣有單瓣的眉 那副瓣有副瓣的那個熱鬧 就是感覺比較熱鬧一點點這樣 像這樣我是單朵花 我還沒有加葉子嘛 可以紮在 比方說花瓶這樣子的運用啦 你可以加一些葉子進來 然後加一些葉子進來也很漂亮 這個就是這樣 加了葉子進來的 是茉莉 這是我們白色的副瓣茉莉 我們就可以加一些葉子進來 你看姿態又不一樣了 然後你也可以做成 這個是小娃娃的那個帽式 它上面的花 你可以把它縫在這個上面 我們的藝術造花的運用範圍 就是可以在那種BJD娃娃 球形關節娃娃上面 做它的小帽式啊 或者是做它的小花環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常常 一般會常常運用到的 就是它的胸花 還有擺飾像這樣子的擺飾啊 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古董夢上面的花式 空間 空間的展示像木蘭花 木蘭花的話 因為它是純枝幹的表現 它不是在於花卉的那個感覺 那枝幹的表現 也是我們藝術造花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藝術造花它是可以 我今天心情很繽紛 我就想把它 可以把它染成很繽紛的顏色 那如果說我今天心情 非常的當的話 我可以把它做成 比較灰暗的顏色 那我覺得像在這種創作的時候 是可以把你的心情 表現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們就追求 MING PAO CANADA